香港我認為有一個板塊 人們預覆過了又可以分析 我認為是 我認為是美國以外的選擇 上集著名基金經理黃國英英sir 就提到港股有退休三保 本集他還會分享給大事忽略 而有直撥的板塊 还会推介具增长潜力的亚洲股票市场 港股未见起息 不过英常就说除了上集提及的港股退休三宝 都还有一个冷门版块 大家可以考虑 人们翻译了又可以博下的话 其实我们是金色的 因为你楼市又不行股市又不行 变成你的市场价值的需求是很大 金色其实都是其中一个人觉得是挺好的 跟其他实物不同的地方 就是存货的风险其实就没什么 而他们也都派息不是太差 港股的选择不多 不妨可以考虑其他具增长潜力的亚洲股票市场 印度还会有一个不错的 我觉得还有一段很长时间去玩 始终现在处于一个高增长期间 它的人口结构非常之好 我觉得日本也会再继续好一点 因为它高端制造都是AI的基建 还有它最重要是文化上的影响力高了 还有品牌上其实很多都做得不错 我觉得这件事都会是日本的投资价值 日本和印度相对来说 我觉得是美国以外的选择 英傑就补充 不认为韩国和台湾 会在AI的应用层面内受惠太多 所以暂时不应该考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